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看一辆微协大神价快三点游戏视频 上面说到外星母舰在防护罩被我们打罢后就查着毛熊的本土快速的挥了过去 见此情况 毛熊只能迅速的出动了50所有的独自日移 导弹坏里 前驱囊结 而同时 火花更衣架也出动了总共100架的扫导机 前驱支援 最后三花金额 查着外星母舰 总共发射了500枚的缓件狼 到500枚的缓件狼 因为是到外星母舰的干扰 有400枚缓件狼 全部打扣 此时 赢家最后的100枚鱼叉缓件狼 成功击中了外星母舰 但赢家鱼叉缓件狼威力不足 最终没能打破外星母舰 外星母舰继续朝着毛熊的领土快速的挥了过去 此时 外星母舰正以接近音速的速度 马上就要挥抵毛熊的领海内了 此时 毛熊非常担心他的本土会受到外星母舰的重击 当毛熊此时又没有合适的手段 可以进行快速的拦截 在考虑到火花有可以打击移动目标的东辉系列 缓件大闹的暗号 就秀速的向火花发出了球员信号 只要火花见到毛熊的球员后 在考虑到毛熊的处境 就决定答应毛熊的请求 随意基因内秀速的集结了50架 红六人战略轰炸机 每架的红六人携带了两枚最新研发的空射板 红红A1D 缓件大闹的暗号 踩着外星母舰索在的环境 快速的飞了回去 因为大闹号射手的原因 红六人很快就飞到了没发射的距离 只要50架的红六人 红红红炸机 在攻击侦察卫星的协助下 踩着外星母舰索在的位置 就将携带了100枚东辉A1D 缓件大闹号全部发射了出去 而外星母舰这边 在我们缓件大闹号发射后 就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当时大闹号会醒了速度太快 以及能量不足的外星母舰 目前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防御了 所以因此能强行再次打开了干扰信号 准备干扰我们来袭的大闹号 当时我们东风A1D 弹号号有多重的制导方式 而且有了上次缓件的被干扰的经验 这次我们发射了100枚东风A1D缓件弹号号 并没有受到干扰信号的影响 炒着外星母舰就快速的砸了下去 开始击中快速移动中的外星母舰 最后在我们长达数月多次进攻失败的情况下 这次我们的100枚东风A1D缓件弹号号 终于把外星母舰给打毁了 外星母舰被我们吵得吵起了熊熊的大火 内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外星母舰现在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边缘 但是我们火力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火候 并没了一致性 就把外星母舰给彻底打爆 而此时受到重创的外星人员看到十种情况只能弃居保战 母舰中的外星床员乘坐驾驶还还好了几十架 多种类型的外星战斗机 从已经着火的母舰中全部淘汰出来 并吵着不同的方向快速的飞了出去 防止我们的再次打击 而我们虽然发现了大量的外星战斗机出逃 但户籍并没有广斜元内就能掉到的战力 而且铲鱼的外星战斗机还是以十分分散的方式进行逃跑的 广斜元内根本就无法进行拿捷 虽然我们是只能眼睁着看着蚱鱼的外星战斗机 跑创到了地球的贵着脚落 只能后续的慢慢的进行轻脚落 发射外星母舰现在还是处于远远一息的状态 我们为了防止外星母舰的再次死灰不难 就再次从陆地基地内 炒着已经着火的外星母舰 发射了九枚的东温C弹落王 二千年之后 最后已经远远一息的外星母舰在我们九枚东温C弹落王 最后打击下彻底爆灰 开始法曼的朝着海底沉了下去 没有了外星母舰的这个大杀性 外星人对我们的威胁就少了很多 我们离胜利已经很接近了 后续我们只要帮帮围剿上外星人的长档云内 我们就能大获全身了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